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是站着的 因为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包包 今天选出来的这些包呢 是我觉得款式都还比较特别 比较不一样的那种 我会稍微详细的给你们介绍 每一个包的材质,然后颜色这种 也会就是换一下衣服跟这些包 做一下搭配 好,那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继续看下去吧 那第一个想给你们介绍的是这只包 这个算是我今天视频中比较大一点点的包 你们可以看到它的形状 就是这样子方方正正的手提款 包型呢,是比较有形的这样子的 是一个那种石灰色吧 这里有一个那种烫金的小logo 这个包呢,我真的蛮喜欢的 因为它是这种灰白色 我大多数的衣服都是浅色的嘛 所以其实都能跟它搭配在一起 它这样看起来是比较正式一点 你平常通勤的话也可以用 或者是你稍微用它来配一些 比较休闲的衣服 它又会根据衣服的风格 变得没有那么正式 这款包好像是还有小号吧 小号的话就比较适合斜胯 或者是身高比较娇小的女孩子 这个大号的呢,就比较适合手提 如果我带这只包出去的话 我其实还蛮喜欢穿浅色这样一身的 外套呢,就是这样一个奶白色的短款外套 里面搭了一件比较可爱 然后比较活泼一点的紫色针织衫 下身的话,我是穿的这种 就是米色的牛仔裤 再搭配这款包 换了件这个黑白格子的大衣 这个大衣是这样没有领子的 然后A字型的一个长款的大衣 里面的那个衣服我就不想换了 直接扣起来 这件大衣呢,看起来就是比较成熟一点 跟这个包其实我觉得也还蛮搭的 下面一只包呢,是长这样子的 跟刚才这只是差不多的那种石灰白色 它的整个设计呢,就是像那种手工的零钱包的感觉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这样子的皱褶 看起来就非常的小巧可爱 里面还有缝一个这种皮镖 也是很精致,走线很工整的那种 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的提手,就平常是可以手提 我觉得它的容量其实还蛮大的 像是比较大一点的手机 它也是可以装的进去的 里面呢,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 你可以再装进去一包纸巾,一个粉柄 再放一个口红都没有问题 很多人都觉得可能冬天要用颜色比较深一点的包 但是因为我个人就是很喜欢这样的浅色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我冬天用起来也蛮适合的 下一个是这个包 这个包我之前也有背着发过照片 我觉得它真的超级可爱 它是这样子的水桶型 然后材质呢,是像羊羔毛一样的 它的容量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你们看它整个桶都是可以装的 但这种包呢,你最好就是在里面放一个束口袋 或者是不要装太贵重的东西 因为它这种防盗性能就不太好 这个牌子呢,是买的时候就戴在上面的 是这种皮质的 我就没有取掉 因为我觉得戴在上面比较好看一点 为了配合这款可爱的包 我还是把我的头发编起来了 就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成熟 然后下一个包是长这样 这个包我用了蛮久的了 应该有两年了吧 它是这种皮的材质 然后把手是这样子的 我买的这个是迷你号 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尺寸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迷你包型 拿在手上我感觉就非常的可爱嘛 所以就买的这种小一点的 我可能是在春夏的时候用的比较多 搭配毛衣单穿 或者是搭西装 我觉得都很好看 这个包呢,它也是 反正你要是想装太多的东西 也装不太了 嗯,里面还有一些垃圾纸什么的 看我的袖子太长 把包就被盖住了 下面这个包呢 也是我买了没有太久的 一个这种草边材质的斜画包 它里面是这样子融融的内里 这个包呢 就是虽然它是草边的 但是它整个的皮质 还有做工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的精致 包虽然我也是挺喜欢的 可是我买回来稍微有一点点后悔 就是我这个尺码 我感觉买的有一点点大 这款呢是正常的尺码 然后它还有一个迷你尺码 嗯,我觉得如果是迷你尺码 应该会更加的摆搭 更加的好看 它这个正常尺码 也真的是超级的重 就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装 已经很重了 盖子就好像是木头一样的那种 听这个声音 下面这个包呢 是这样子的 长得像是塑料袋的形状 但是也是这种羊毛的材质 非常的温暖的感觉 配色呢是这样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有一点点复古感的棕色和黑色 非常像奶茶的感觉有没有 这个包因为它的包型 完全就是一个口袋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能装 这个包其实我还没有带出门过 因为我好像平常不太会穿这样深色的外套 我是觉得这个包配稍微深色一点的会比较好看 如果我出门的话 我就会这样子把它套在手上 或者是把一个提手从另一个里头穿过来 这样子的形状 我感觉还蛮时髦的 然后下面这个包呢是长这样子的 它是这种酒红色的漆皮 这个包呢它是这样子不规则形状 你们可以看一下它底 内侧的话是这样子有一个弧度的 看起来是蛮大的 但是因为这个包它的皮比较硬 所以其实也不能装太多的东西 这个呢因为它是这种单肩背的 所以看起来我觉得是比较的成熟 下面一个包呢是这个 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都还没有把它的包装拆掉 这个是我之前 就在过年前的时候买的 但是呢因为买完之后就回家了 然后后来又因为疫情都不能出门 所以我就一直都还没有机会用它 我当时逛街的时候看到它 我觉得好小好可爱 这种米白色的 基本上也装不下什么东西 是不是超级的可爱 我这样背在后面 也不错 很精致的感觉 做工我觉得也还挺好的 下一个包呢 它是这种酒红色的软皮 整个反正也是这种口袋的形状 容量非常的大 如果说我平常出门需要装比较多的东西 我就会用这个 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去机场 随身的东西有点多 就可以拿这种大一点的袋子 穿休闲的也可以搭 穿这样大衣其实也可以搭 它就是长成这样一个很大的袋子 你可以直接这样子背着它 我觉得就是很随性很慵懒的感觉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这样子系起来 系起来之后呢 它就肩带稍微短了一点 形状也有一点变化 看起来就特别像是那种设计师品牌的手袋 你这样子挂在手上 它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长 或者是这样子肩背也可以 这样子呢就会很防到 根本不可能偷走你的东西 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可以把一边的袋子 绕在另一边上 这样随便绕就行 然后反正就 就是绕一下 随便缠一下就可以 我也没有什么技巧 我也是乱打的结 你可以直接在里面装一点东西 拿在手上 这样当手拿包的感觉 也可以这样子提着它 或者是这样子 单肩背 那我这款其实已经买了蛮久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卖的 最后一个包是这种比较大的 它长成这样子 这个包呢我日常很少会用到这么大的包 我基本上就是一两天的短途旅行 会把它当成随身的行李袋使用 平常的话这个真的尺寸太大了 它是这种帆布的材质 就粗反布 非常的耐摸 其他的这些呢都是感觉是皮的材质吧 就真的非常大一个 平常呢你就可以这样子肩背 但是因为它的肩带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短 所以我觉得背起来并不是特别的舒适 你可以这样手提 然后它这两边还有个绳子 可以把它系起来 系起来之后呢它又变成了一个 这样子的尺寸比较小一点点的包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挂在手上 嗯 怎么的都可以 这个包我就觉得它看起来真的质感很好 很简约很素的那种风格 所以当行李带来装东西 是还蛮不错的很耐摸 对 我终于把我今天整理出来的一些包 跟你们介绍完了 我真的觉得像做这种穿搭类 嗯就是服饰类的分享 真的好累 我真的好佩服那些穿搭博主 那今天这些包呢 价格就是从低到高都有 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欢的风格 自己去选择 我感觉今天这个分享包的视频 还附赠了一些穿搭分享 好吧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